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欧洲波兰召开 在美国扬言退出以及近期各种凸显暖化问题的科学数据 阴影笼罩之下 各国将针对如何落实巴黎气候协定 商讨出具体的落实方案 除了大会的举办地波兰之外 欧盟总部的所在地比利时更有超过6万人示威 促请各国要拿出具体的行动应对全球暖化 200多个国家的代表 齐聚波兰南部历史古城卡托韦斯 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这次大会主要是针对如何具体落实2015年 巴黎气候协定寻找共识 以减缓全球气温上升的速度 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负责人埃斯皮诺萨在大会上说 今年可能成为优势以来最热的四个年份之一 这反映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从未如此严重 他还强调应对暖化迫在眉睫 今年内各种科学数据都表明气候变化越来越不乐观 其中包括今年首十个月的地表平均温度 比1850到1990年的基准高出一个摄氏度 去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创下300万年来新高 全球各地干旱野火热浪的数量翻倍成长 台风的强度增加超过10%等等 种种迹象都让科学家发出更大呼吁 要将全球增温幅度控制在两摄氏度 甚至1.5摄氏度以内 趁着峰会举行之际 超过6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欧盟总部外示威 要求各国努力达至减排目标 示威者强调我们没有另一个地球 希望政治人物关注气候暖化 尽管要求抗暖化的呼声越来越大 不过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因此今年这场大会能否就减排达成具体协议 或许还存有变数 NTV7综合报道